奥夫和南风 他们搭档挺久的 然后我也对他们挺了解的 然后就打好自己的就好 接下来比赛就要更加严谨 然后更加认真地去对待 还是泰坦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泰坦这个大招 比较好的可以去各自哲理 这个感觉好难受啊 有说法吗 这个打团很猛 但是打线很容易被风筝 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强势点就是 先进去玩玩套一个宇宙光辉 他套完这个大招之后 然后后面再开大招 就可以无击好多秒 南风最后这一手宝石 感觉有说法啊 为了打团啊感觉 打团是很猛这个英雄 但打线也感觉有点吃力了 打线确实有点吃力 再加上这个英雄 其实在L票用的最多是洛卡斯 然后现在这个英雄之所以不用是因为他对线弱 然后打团来说的话 有很多英雄可以拉扯他 我感觉宝石选出来 如果说你打一些没位移的ADC还可以 但你打哲力这么灵活的英雄 你的一 他的炫光几乎很难中 很难中 很难打中 最后这一手瓦罗兰之盾 真有点没想到 其实宝石是非常非常看数变度的 因为宇宙智慧这个技能 你的放的时机要非常好 他才会有作用 对打团很容易就被别人骗出大招了 如果对面忽然一个大招 开过来 牛头一个二连 你把宇宙追焦了 对面直接往后撤 那下一步来开你没有 没有大招就非常难受 对 但宝石这个大招如果用好了 就打一波的时候 你放个大招 对面就是打团打不了 对 进入比赛 蓝色帮帮帮帕拉斯 红色帮TT云 这边上路 小老虎带的是一个闪现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他带的是一个闪现 加上不灭之我 加上不灭之我 这把狗尔是选择带了一个余阵 毕竟对面输出比较高 自己是有被秒的风险 这把加了符文点的很肉 全军出击 小老虎感觉这把可以等一下中单 有加里奥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怕蛮王 对 等吧 而且自己带闪现 增加更多的操作空间 但前期应该是不好打 没有带点燃的话 上路一打一 没那么好 没那么好打 对 带闪现急跑的 毕竟还是有点优势 牛宝这边 看一下 想骚扰一下 看一下 看到了 这蓝帮忽然自己动了一下 但应该也没什么想法 有个情报 还不错 这边是比较看好 前期的TT和后期的帮帮帮斯 这确实后期 现在泽利这个英雄 在后期几乎是一敌的 操作上前太高了 是随不成这边拉双眼 下路感觉 这把林伟祥发挥空 哎上路直接旋风斩上来两刀 三刀 哎呦打了一个暴击 运气还蛮错的 强恶在意过来 有盾不哎 很细节 等盾消失的时候再一刀暴击 又把这一级的土力再上来 也很凶打的 补到也补得很不错 哎而且这把 champton有套路的呀 直接两组也过来反f6 反掉了 对 剩了个三级 这波是 逼的造性得过来反野 嗯 但是上路是推线的 这波蛮王是可以先到 可以的可以的有想法 但两边都是蓝buff 造性一下打起来没有优势 而且蛮子过来保护 对蛮王是 哇那黑力的有点难受啊 哎 想了想不打了不打了 这蛮子是消失的 这难受了呀 那看中路有没有机会呢 这只能看中路了呀 就靠 这在塔下 难受这波 这波造性就是究极难受 白掉一组 他现在只能去上路抢核蟹 然后凭借着下路的线权 吃个双核蟹吧 只下手 二连 但是小王扛了一下塔 宝石这个英雄 真的就是对线实在太弱了 几乎配什么英雄都弱 只有那种 之前有套路就是小炮配宝石 就直接给个炫光 让他跳上去 或者老鼠配宝石 对 这种可能还稍微常见一点 配个金克斯对线确实有点弱 能被泽利和 能被泽利和这个 牛头压着 特利的吃到双核蟹了 但前期的核蟹 经验值有点少 今年赶完版之后 核蟹已经不像去年一样 就是你吃完之后 你说核蟹 前面你是避险到六的 可以再把眼闻稍微排一下 不过前面因为六宝回来 跑野区 所以前期的压制力也是 没有了 内部应该是被稍微空陷了一下 对 现在小老虎的普刀 反而是领先了六宝 他也要打 但现在兵线很多呀 小老虎不虚的 这么多小兵 一过来直接开始对砍 给了一个W Q拉起 感觉六宝这波换血 有点换不过了 不过自己是一个捉蓝盾 还好 而且自己刚磕第一瓶药 小航这边磕了一下头 大哥大嫂过年好 中路 有红buff 有机会 直接定 小弟 定住了 闪现QE 再一个Q 这边是一个E技能 再配合上 Luka的一点伤害 可以 这波配合很完美 杀的也是比较极限了 因为两个AT英雄 想要杀加利奥 还是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刚好 因为加利奥 给一点机会 还是被福音 禁锢禁锢 上路小老虎 现在对线 小牙石刀 再一个不灭 还可以啊 这把上路对线 虽然说 一级被打得很伤 但是 蛮王去帮了野区 一波就 回来 小老虎好起来了 再一个恶联 接个W 没后续了 但是这把感觉 林伟祥发育得很舒服啊 就本来这英雄 前期是灭死 但是能推卸现在 因为右边选了个宝石 怎么去陷了 右顶 这边 直接晕到了 小航 小航这边应该抖不掉了 四级的一个牛头 人头让给打引 眩光晕住 哎呀 这波 想上有点难啊 感觉这波应该是 想顶一下 然后把这个兵线送进去 结果对面打也来了 对 这波小航还是少算了一步 没错 那这样也来 前期的节奏又很好 和第一局的角落一样 他又说有人头进张 而且刷的也不少 他太肥了呀 两个人头 确肯这把 刷野路线设计的蛮好的 但是TT 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吧 就上路支援力一波 中路的话开始是回程没有交TP 自己都是有亏一些兵线的 而是唯一的出来 小个机 转过来 转过来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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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还行啊 小老虎这个海骨挡了很多伤害 哎呦狂打一套 哎感觉六宝有点想砍完了 砍到底 急跑一开 有点绝不上 一闪 一闪 有大招 打出闪线 但是小老虎 还差两刀 一刀 哎呦 这边砍出来了 砍出来了 而且还是有这个可以走的 哎呦 好凶啊 六宝今天打的 他这个单杀完之后 应该会重新排到 L票的单杀吧 并列 而且他 而且他这波单杀很转哦 小老虎是交梯出来的 对 他这波交梯出来 因为可以在上路转一大波线 而且还可以 他如果愿意的话 其实可以吃层塔皮再走 他把这个线送进去 他就很转了 再看一下这波回放 第一视角 准备叫到 但是已经减了攻击力 哎 回头 哎 拉扯 扯一下 直接来了一个一闪 OK 进入斩杀线 直接越塔 第二次的叫击 而且 而且他的 就是这个大招 扛得非常极限 刚好是扛到最后一秒 他击杀完之后 他再回了去 下面直接反掉一个蓝buff 那瑞斯蓝buff没了 还是有一点点伤的 不过 这打野通常第一个 我感觉 第一个蓝buff 我都不一定会让 一般会自己吃 这版本中单 一般不吃第二个蓝 就如果你打野有蓝条 他一般都是吃第三个 毕竟打野前期的发育 还比较重要 对 结果两边都是没有双招 但是 Nio的大招是已经快好 是吧 Nio感觉打的 虽然说上面单杀了一次 但是 捕刀 捕刀感觉落魄的有点多 他单杀一次被压三十刀 其实挺夸张的 就Nio宝 就是能补刀 或者砍人的时候 我不补刀了 我就砍你一刀 对 打得很凶 闪现云 晕住 炫光晕住之后 直接EW 他给了一个超级机 死神飞弹 仿佛拿到了这个人头 这波林伟强 感觉有点大意了 他是没有带进化的 这个炫光控除之后 又开始直接给了 出了一个EW Shipton这波 一个人动 被逮住了 三包一 跑不掉 走不掉 大人头上 KLID拿到 这波感觉算少了呀 对 JP觉得队友都在边上 而且刚刚把对面的ADC抓死之后 他可能觉得 方PLUS这波先锋可能要接上 诶 这边还要留 没留到 他把炮芙的GP给打 回城给打断了 那这波算是白捡了一个先锋 而且大人图上KLID拿到 这很舒服 KLID这把在团战中 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把需要KLID去进场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另外一强是蹲在了眼上面 这蹲了好久啊 对 然后血光 这边南风的这个E伞 直接闪现 一整套技能接上 另外一强闪现的虚弱都没有交出来 中路其实这把 我感觉还是那个TP省的 就运口是有一波省TP了 所以导致他将有一些被压到 那波单杀完之后 那波杀完之后 击杀完对手之后 反而是哥尔先回的线 小路小月再来后面反蹲 我们应该是知道 小航是没有闪的 没什么机会啊 小航这波是直接去中路游走 刚好错过了 现在毕竟已经到达中等级了嘛 现在已经到达六级 可以去游走一下 ADC已经是一个成熟的ADC 可以让他自己单线 TP下入塔还是比较健康的血量 拿这个先锋 这把要养谁 感觉还是只能养哲力 对只能放下 因为上路现在也没有现权了 然后中路的话 也没有那么好放 不过不着急 现在先锋时间还比较长 特利德先回家一波 上路蛮王也是追回了一些补刀 但是等小了后补完这波塔刀吧 感觉还是要被小压一些 但还行了 这个人头和这些补刀 经济上两边上单应该是差不太多 回家之后 New还差一个合成 非常的拿到这些狂风 而打野回家 Chifton是已经拿到自己的火星奥带 感觉New这个狂风出来之后 还是一直有机会单杀的 对 这毕竟带的是一个闪现 这里Clead 给了个眼 现在知道这边有针焰 没被流出 感觉被夹住还挺危险的 夹住 开完大招 还要交割闪现 下路没有机会 Clead直接动这场水龙 给不给 这波应该是可以给 因为运扣是要回家补装备的 上路 坍 运扣回家 拿了这些勇双 但是如果家里奥 应该可以先动啊 来TD下路得小心点 晕 晕住 但是这波并没有选择 直接上Yukle的也在旁边 直接想了一想 前思后想 这先锋已经快到时间了呀 右口现在疯狂暴点 中路密 这可不能让家里奥找到机会 先锋给装 压制一下中路卡的血量 这波应该还可以逼脚跃 赶过来一下 不需要了 方普拉斯 直接放个先锋 吃个低宝走掉了 然后回家已经狂风了 现在小老虎就没有那么好打了 在线上 除非叫中单一起来 打不轮进装 下路兵线虽然进塔 但是泡芙刚好吃的 这波断回程应该能让泡芙吃个塔皮 这波断回程还蛮舒服的 对 但是因为塔皮马上就消失了 感觉机会也不大 要不要进去硬吃一层 在中路可以打野排完眼之后 看一下这一层能不能吃到 吃到了 推得快点 说不定还能再吃一层 能不能再吃一层 这波断回程很关键 直接白吃两层 南风立大功这不 而且这个塔皮没的瞬间 直接应该A掉了一塔 这一波A完的一瞬间 如果说另外想想上的话 南风是直接可以开大招的 那想了点也算了 哎 旁边有个角月 角月只交出一个火箭腰带 把位置给拉开 那这波泡芙好爽啊 直接吃一塔 而且直接换线 位置去下 天鹅斯去中 而在上过方面 现在小老虎已经做到了身份 看下一波龙团吧 下一波应该是要在龙团 或先锋处打 小路这边只要三包一吗 要包瑞斯 但是流口非常警觉 直接往后溜了一下 而且开击跑 还要反流人 永双定一下 可以的被打到一个半线 不过踢踢后面的队友 有点难跟 没有机遇上的想法 很稳 感觉凶一点 直接开个车 直接开到车道的后面 反正方帕拉斯下路是牛一塔 对 还是稳了一点 不知道后面几个人 只要刚如果开车 送奖月过去 还真能留 永双 接W嘲讽 打了泡芙半血 但是这两个人伤害 现在不是特别够 德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发育 这条先锋 瑞兹是没有TP的 而且金克斯状态不是特别好 金克斯刚才状态是 他篮量不是特别多 要直接动吗 TD不想给啊 瑞兹正在往过赶 这波TD很想接 小黄在旁边 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女帮赶过来 现在想要动谁 这个位置先去砍 他砍的是一个正面 而正面战场的话 我们看到宇宙支挥落下来 第一次保住了Chifton 一个打招拉到两个 小黄有点危险 小黄先被Luka给收掉 而正面战场的话 女帮已经在后面砍 是换掉了对面的打野 这样一来的话 TP是可以拿掉这条先锋 Yuko还想追 已经能踢 提到原地精神 旋光闪现晕住了 旁边小老虎经常 但是很难换掉对手 在经常 李维祥换掉一个人 自己换掉一个终结人头 已经可以了 这一波宇宙支挥力大功啊 让第一时间被开到的Chifton 没有阵亡 还把大招给拉出来了 对 而且六宝这波也很强啊 后面一个砍三个 对 一砍三换掉打野 已经很赚了 宝石这个英雄 打到这种团战还是猛 就如果是这种有预兆的团战 他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看这边直接开始开 反而是Chifton自己被开到 炮弦也被开到 交战线 第一时间Chifton有点危险 但是吃到宇宙支挥之后 我们看后面的怒吧 六宝一砍三 闪现一刀 充能完毕 出卡定 定在原地 焦金山 闪现一技能 还好这波是换掉了一个炮弧的大人头 不然 这波就是重亏 小龙马上刷新 但这波TT 少一个宝石大招 少一个蛮王大招 不过蛮王大招马上就好 他们在等 应该要等一下大招 而且中塔可以推 先中路比你防守 二连直接点 点到Chifton Chifton大招加精深 先保护了一下自己 回头一个永双 但反而是这边一个 新月横扫 扫走了Chifton 这边牛头已经阵亡 开始这个颗粒的 新月护卫 是直接把人给扫走了 感觉这波开Chifton又有点不理智了 他没有看技能 上一波是Yuko交了秒表 但是Chifton的秒表是并没有交的 这波开得有点伤了 小龙直接守不住 小龙会被拿 而且中路大会他就一丝血了 这泽力的手键能力也一般啊 现在方Plus有一点点难打了 可能要等泽力发育 现在就是等那种泽力 三件套四件套出来 拯救世界的团战了 是吧 只能等林伟祥了 小老虎这把发育也不是特别好 对 他虽然捕到没有落下 但是自己并没有吃什么塔皮 也并没有吃什么人头 反而是牛现在在边前挺舒服的 上路一波单杀 开始打也需要收一个人头 这波突然现在感觉 还可以吃个石头人 这种单带蛮王就很舒服 退完线吃也 然后吃完也再吃线 而且你跟他单带的那个人 如果失误的话 会被他越塔直接砍掉 左边现在其实没有能和蛮王单带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加了 还勉强能守一守 但是再过一段时间 可就没有那么好守了 中路炮福把蓝打干了 是不是要回家一波了 回一波应该可以拿自己绿叉 捕一下蓝 炮福很稳 有个有块秒表 这样打团他也不容易被秒 右宝并没有走进这个草丛 他的位置是被看得一千二出 对吧 南风的宝石 无血 有点东西 对 这打团立大功 炮福回家 其实出了一个飓风 这把他倒是能A的人挺多的 几乎左边全都算是短手 他飓风的收益还挺高的 因为翔现在也并没有选择先把自己大脚从车出出来 还是先要做飓风 中路这个塔的血量感觉有点不好守啊 想硬开 很想开 但是没有机会啊 但其实这个塔的血量几乎就是一个假塔 过来随便A一下就没了 而且刚刚这个位置我感觉小航如果开的话 反而自己会上当啊 因为宝石有大 你去开别人其实是给宝石更多的机会 刚这个位置还好没开到 小航虽然是一个开团非常强的选手 但是这一局可要开得聪明一点 如果方plus冒人的开团是直接送到TT嘴里的 TT这个阵容就打反手的 就稳步推进打反手 中路也推掉 现在TT已经推了两座外塔 现在可以找个人去边线带 然后再集结一波推上路他 现在依然觉得方plus有46.5%的胜率啊 看懂得起抽一 还有两分多钟 刷这条小龙 这段时间两边就是互相安稳发育 出了狂风 出了这个飓风之后 炮富的亲切能力上了一个档子 这样左边想要推进就更加难了 本来左边就不是一个强推塔阵了 NEO 下路兵舰清完 回家整补一下 还是比较稳的 NEO这边 一打一单带并没有选择硬坦 因为有个加里奥 他也不知道加里奥在哪里 要等加里奥露头 再上路露头 然后他才会取代 回家之后拿到了盘庆的提醒 这波TT狂兵上路啊 知道上面有个人 想开车抓吗 上路如果说加里奥要吃这波兵 会被抓 没有过去给到机会 TT应该选择标稳的 中路推兵线 也去做视野 上路推兵线 无伤拿这个上场 这波 上场的血量也不多了 这波NEO宝没有TP的话 他要么直接下去守 要么就得开这个大龙来 逼左边TP了 他还是选择下去守了 其实这段时间TT还好 TT不是特别有大龙压力 因为毕竟方普拉斯打龙 不是特别快 另外下回家 拿到自己的飓风 TT现在完全不用着急 他们只要等小龙就行 资源团他们 对他们来说是优势 因为他们只要动这个小龙 或者大龙 左边就会来开 这样保持的反手 就有机会打出来 只要反手一打出来 开出宇宙之灰 那方普拉斯的进场 几乎就被完全化解 对方普拉斯这边 感觉得在丹带这边 找到一些机会 特别是下路这个点 得找一下这个蛮王的机会 现在一打一的话 小老虎肯定打不过的 再或者说方普拉斯打团的时候 先把这个保持大招给骗了 然后再打一波 但其实有点困难 因为你造性和牛头 这两个都是进去 就不好出来的英雄 对你进去就要放大招 那后面 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 已经快被A死了 对 不好搞 波尔现在上路 中路小小机会 因为现在这波尔现在上路 蓝墙动力位墙 但是右边开团也比较软 这是一个反开阵 就空资源 TT直接动这个小龙就可以了 左边现在要动这个大龙 也动不了 现在一看你要去动小龙 上路 克里的这边动了邪念 想要去动这个Yuko吗 这Yuko很肉啊 对 有末日寒冬 动不了 这肉资可是名不虚传的 很热 看TT什么时候 能找一波机会 去把上路坦对了 感觉克里的再不走 自己要被留住了 冲能完毕 这Q到W减速 但是想了一想 还是没有选择继续上 这波TT也很稳 因为知道自己上单是没有踢的 这波开起来可能会少人 算了 但是New的这个蛮王 他就是一直在过中线 他也不会给更多的 更多的一个压力 主要他也不是特别好给压力 他自己如果打得比较深入的话 自己会很危险 两边接着发育下去的话 感觉好像都可以接受 对 左边可以等哲理拯救世界 右边的话 后面也是可以开 尤其可以carry的英雄 角月包括金克斯到后期都很厉害 而且左边小老虎这边 单带也慢慢在起装备了 自己的死亡之物马上可以拿到 而且这波好像家里要来了 想动手 直接转进来 牛宝是已经交了一个E技能的 两个大刀一起下来 英雄登场下来 牛宝这边是并没有被狂风给定 是并没有被勇双给定到 但是自己好走吗 再交一个E技能 让他走掉了 这波感觉控制交的 有点没接上 如果控制链接上的话 感觉可以控死 但是毕竟开了一个急跑 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蛮王 狂风再一交 还是走 一波对拼 直接交闪现 这个闪现 感觉不用交 他满血 稳了一手 对 是不是 是不是不太清楚 这个家里要大招情况 他可能不知道小老虎没大 因为上波其实两个大招都交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小老虎找到一个机会 可以把这个下路塔直接带掉 但这时候蛮王已经在上面了 好像想动这个大龙 直接开动了 我看到这个字A 没有 这个是A演的动 应该在排演 也没有这么着急去打 因为基地斜线 也不着急动这个大龙 他们动这个大龙 反而会给到方法式机会 很稳 你又不打算把这个上塔带了吗 我好稳 这感觉这个钱得吃吧 对 你不敢猜 你这个钱 钱 钱得吃一下吧 好像还没吃到 加50加50 就没吃到那个塔的钱吗 但是他稳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是没有大招 他如果这个球贸然被开到 是有可能会死 有点过于稳健了 这TT来之不易的优势啊 现在一直握在手里 而且TT现在 其实完全不用着急 他们现在单带可以交给 UKO去带 然后蛮王来吃这条上路线 这样大龙也能防守得住 现在蓝瑞兹三件套 大伙在编带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怕小老虎的 要走就有些人可以走 林卫香第三件也做出来了 现在感觉林卫香可以接团了 现在感觉方法式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条风龙 但是他必须得小心 这波如果要打的话 万一打输 他的战损不能太高 如果战损太高 有可能会直接丢大龙 也去开 直接开到小航 然后这边是被叫这个W减速 一技能过来 然后还没有开大招 反正回头去想要动一下拟宝 拟宝这边也是狂风拉开了身位 直接动大龙 那已经看见牛头 没有大招没有点燃 直接开动 卡米尔这个时候叫TP了 再不叫有可能大龙就没了 因为TT这边动得很快 金克斯是海鸟的金克斯 现在T应该有点来不及了 直接戳过来 想要动一下UKO 但是正面 这边反而自己比较危险 正面大龙拿下 而斜克里的也是直接阵亡 就只会落下来 在原地的一个加里奥 应该也没有任何办法 包吹一直在走 一直在走 一直摇头 摇死了这个加里奥 那这个大龙拿完 方帕斯阵亡 三名成员的话 这个中路高地 可能都有点不好守 如果说极限一点 如果说极限一点的话 再死人 方帕拉斯是有可能要被一波的 中路尝试一下 先退一坐 突然起了一波节奏啊 高地肯定是没了 左边其实首先能力比较差 真有机会一波 好像真可以一波 左边双C20秒 先排眼 直接一波了 把眼排了 直接过来 前面先晕 晕住牛头牛都没有大招 但是没有关系 先拆一座梅亚塔 再拆另一座 先炮芙 一直在拆 先杀人 然后顶了一下 但自己没有大招 被吉克斯收掉之后 触发了就是快感 打野也是融化 上单也是融化 我们可以恭喜TT 拿到本赛季的第二胜 哇 恭喜TT 这突如其来的一波 抓到小航 然后再接大龙接一波 漫长的四连败之后 TT 终于拿到自己的第二胜了 哇 TT是 这赢的两把 感觉运赢的都挺不错的 特别是这第三把 这个宝石选拽 我们刚开始 可能还质疑了一下 结果这个效果太好了